1月21日拜登接了美国总统后一个小时 中国宣布了制裁令 对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的一些高官 如蓬佩奥 克拉奇 克拉夫特等28人进行制裁 这28人在位时坏事作劲 把反华单成自己捞取巨大政治资本的渠道 连基本事实都不顾随心所欲的造谣抹黑 毫无政治家的基本操守 蓬佩奥等人甚至想挑战一个中国的底线问题 如果他们不因此付出代价 那么难保以后的美国政客不会有样血样 中国冷这班人很久了 终于等到他们下台了 根据制裁令 这28人极其清楚 将被禁止进入中国境内 其关联企业机构也将被限制与中国做生意 对于中国的这条制裁令 很多崇洋媚外的软骨工资们 很是不以为难 不就是不来中国吗 人家蓬佩奥下辈子都不会来中国 不就是关联企业不准和中国做生意吗 人家蓬佩奥没必要和中国做生意 这制裁令制裁个锤子 谁怕你这种制裁令 又一丝一毫的威慑力吗 软骨工资们觉得这条制裁令没啥 但对岸的美国媒体可没小看这条制裁令 纽约时报专门详细的发出来了 蓬佩奥克拉夫特等28人的底细 并邀请相关专家进行计算 根据美国专家的计算 如果中国真的彻底落实制裁令 那么这28位美国高官的损失 初略估计不低于30亿美元 差不多相当于美人1亿美元 美国人是有钱 美国高官更有钱 但绝不是人均亿万的富豪 人均1亿美元的巨大损失 任何美国高官都会痛彻心扉 这30亿美元是怎么算出来的 在美国有一套所谓的裸转门制度 很多高官下台后并不会继续从政 而是进入了私人企业部门当高管或者是顾问等 凭借前政府高官的人脉资源为私企拓展业务 政客个人也以此赚钱养家 这是一个门道 从政府到私人企业的门 而很多企业高官 会突然地持去优厚的报酬的职位 进入新的政府重政 积累4到8年的人脉资源 这又是另外一道门 从私人企业到政府的门 这两道门合在一起 不断地旋转裸序 被美国人称之为旋转门制度 而现在研究透了美国的中国政府 卡断了蓬佩奥等人的旋转门 蓬佩奥家族和美国科室集团的关系非常密切 科室集团曾经援助过蓬佩奥9000万美金 而科室集团是世界上最大的利青生产商 在中国设有8个分公司 本来以蓬佩奥和科室集团的密切关系 蓬佩奥从美国政府下岗后 肯定是要去科室那里当高管或者是顾问的 根据法新社的报道 科室集团原本和蓬佩奥已经谈好了 要让蓬佩奥在子公司担任CEO 但是蓬佩奥下岗一个小时后 中国政府的制裁令就出台了 因此科室集团的董事长婉拒了蓬佩奥 蓬佩奥先后又找了美孚石油 美联航空等 全部都吃了闭门羹 因为这些公司和中国都有深以外来 最后蓬佩奥不得不在一个名叫 哈德逊研究所的地方找了份工作 单论了所谓的高级研究员 这是一家政策性民间组织没啥收入 所以开给蓬佩奥的年薪仅仅仅是8万美元 而且这个组织还经常的不能够按时发返工资 而按照美国以前的惯例 蓬佩奥这种级别的官员到大公司里当顾问后 年薪通常都是一千至三千万美元 这简直是天地之差 你算算蓬佩奥一年损失多少钱 一辈子损失多少钱 而蓬佩奥的儿子也要被目前的公司所开除 因为中国的制裁里包含了蓬佩奥的家人 之所以含这一条是反指这28人利用家人的名义出去领工资 自己幕后贡献人满支援 一人访华全家临住 也许蓬佩奥的儿子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工作 和他爹没关系 但这不重要 要怪就怪你那坑儿的点 被中国政府制裁的其他美国高官 遭遇也是类似 且美国卫生部部长阿扎 曾倒反台北严重地侵犯中国主权 阿扎在进入政府前 就已经是美国医药巨头的董事会成员了 本来在特朗普政府那里度个精 拥有大量人脉的阿扎 一定会被理赖公司高薪的聘请 过上充分得益的律子 但现在什么都没了 阿扎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工作 连8万美元都没有 蓬佩奥的副手克拉奇 同样在台湾问题上挑衅中国底线 在入职政府前 克拉奇就已经是美国通运汽车公司的副总裁 按理说 人脉加深的克拉奇 未来必定是美国通运汽车公司的副总裁 或者是高级顾问起步 但现在通运公司敢吗 除非不打算要中国设成了 所以克拉奇也傻眼了 现在也不知道该去哪了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拉夫特 在泄论的前几天 昏蓝的叫嚣看路挺台的口号 称台湾是一股良善力量 号召全世界团结起来 对抗中国 而台湾驻纽约办事处也在推特发文 感谢克拉夫特的对台支持 离职前几天如此的笨蛋 因此 克拉夫特也上了中国的制裁名单 克拉夫特的丈夫 是美国第三大煤炭生产商的总裁 同时经营石油 化工 农产品等业务 和中国有着大量的经济外来 在成都 武汉等城市 均设有贸易代表处 现在这些贸易代表处均必须关门 在中国的收银直接归零 只要他还和克拉夫特保持夫妻关系 就会一直在中国政府的制裁名单上 怪谁 总不能够怪中国吧 克拉夫特区区的一个驻联合国代表 也跑来挑衅中国的底线 中国政府推出的这28人制裁名单 是精心酝酿过的每一个人的资料都检查过 被制裁者避重伤 如果被制裁的人毫发无伤 还天天地炫耀自己体面的生活 那中国的制裁令岂不成了笑话 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很传统的国家 在联合国投票的时候 中国很少投反对票 经常投弃权票 中国投弃权票的意思 就是你这是我不喜欢 但我不能够把你怎么样 所以我弃权 中国投反对票的意思 就是你这是我不喜欢 但我有把握引你 如果你一来我给你交换 不信你可以试试 因为中国胜任反对票 所以中国的反对票 非常的有含金量 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极度重视 哪怕美国也不例外 这是对蓬佩奥等28人的制裁令 就是中国的一次反对票必须效果很好 才会对后面的美国政客有真摄力 制裁整个美国经济系统有难度 制裁28个政客 那真的是轻轻松松 打折打七寸 代价小 效果大 二月三旅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再被问及台湾问题时 进行了拜登政府的首次表态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是的 我们的政策没有改变 拜登是在一中政策的指导下行事 政府要见效真的很快 理解道理快多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